国内疫情解封 口罩令放宽 不少民众逐渐防疫松懈 然而现在正是病毒号发的冬天季节 光是近期儿童门诊人数就增加大约三成 单上同学有时候会有谁感冒啊 有肠病毒啊 你需要拉肚子一下又发烧的 对啊 就会有点担心 在幼稚园上课大家也都是会互相穿 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嘛 我们都知道流感病毒 它比较喜欢在寒冷的气候 所以说今年的春节期间 大概要可能大家要非常小心 如果说还没有施打流感疫苗的 应该赶快找时间把它补搭起来 过去三年防疫警戒 如今解封导致小朋友 一次性面对太多未接触过的病毒 一时提醒定期施打流感疫苗 若孩子久壳不遇 因禁宿就已诊断 比如说A型流感完了 他又被同学感染的呼吸道融合病毒 一个接一个 感觉好像都没有好 其实这是一类 那第二类是病毒感染久了 他可能有刺发性的细菌感染 比如说肺炎梅浆菌的感染 肺炎链球菌的感染 那第三类呢 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就是说 其实这小孩子可能 先天是有过敏体质 他就一个感冒 把他的过敏体质给引发了 尽管防疫松绑 但对于家中婴幼儿身体状况 仍需多加留意 让陈勤洗手戴口罩 减少病毒接触 才能健康快乐学习 已经为市台北台中 综合报道